只需潜意上将 引一篇诗曲之足矣 主公可率大步兵马 再次修整 整军练兵 以待识变 毕竟北边和东边 都有强陵窥视 好 马良有言在先 先取零零 次取贵阳 最后当具长沙和武陵 现在零零以下 该这贵阳了 谁愿领兵取贵阳 我愿意 我也愿意 义德 零零此意 你已立下大功 这贵阳该轮到我了 这零零算什么 我那帐八蛇毛还没展开 这帐就打完了 不过于不过于 太不过于了 这贵阳还得让我打 义德 是我跟主公先开的口 你先开口就归你了 我是南征先锋 你是傅先锋 这先锋不去 让傅先锋去 这不气不成笑话了 好了 好了 你们俩不要争了 要不抓究决定 好 抓住 来 我已经写好了 我先来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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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德莫要反悔啊 是你自己抓到不去 说明天意该酌子龙出阵 主公 那就请子龙 引三千兵马 攻取贵阳如何 好 就这么定了 大哥 我只需两千兵马 就能拿下贵阳 退下了 义德 你就等候我的佳音吧 我先去准备了 军师 子龙 这 我想问军师 为何使用障眼法 助我得到 攻取贵阳的机会 你难道不想要 这个机会吧 我当然想要 但 我不想军师偏袒 到底是子龙 忠勇刚正 我告诉你 我并没有偏袒你 掌军者最忌讳的 就是在将领中 有轻疏远近 我之所以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大局 请军师试下 主公此次南征 想要的是 南部四军倾城而入 要想达成这个目的 仅凭刀枪攻杀 就远远不够 如果闹了个 降而不服的南局 则非但不能 扩大荆州水域 反而落下个 囊烟不止的后卫 义德生性粗犷 勇猛好战 一旦遇到 宁死不祥的守将 他定会火冒三丈 动不动 就捅人几个透明窟窿 所以我选你去攻取贵阳 在下明白 我乃长山赵子龙 来将何人 贵阳 军前校尉陈英 赵范何在 我家赵太守 岂能见你 吾主刘玄德 乃荆州旧主刘景生之地 今与公子刘奇 共领荆州 本将奉命特来府民 你怎敢应战 我等指负曹丞相 岂能顺踪你家 执鸡范吕的长二贼啊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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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疼 赶紧换件结实的兵器吧 我等你 将军 谁 赵云 来呀 你我再战三百回合 陈英 我这一辈子就没跟人战过三十回合 何谈三百啊 赵云 谁呀 难道你们贵阳城 可能都是破铜烂铁吗 你再去换件结实的兵器来 我还等你 看来你也没什么真本领 只是你手中的青钢剑厉害 好 那我收起青钢剑 让你看看真本事 你可要看好 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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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你先使叉又使刀 现在又使双锤 陈英啊 你这个校尉 还真是有意思 赵云 本将宁死不辱 来呀 你没法 来啊 去吧 小子 你我们正在说 呀 看你 你 找你 这 说 你们 占 说 你 驾 驾 驾 这 驾 你走吧 您为什么不杀我 我不杀好汉 你走吧 回去告诉赵范 让她早早归险我主公 驾 驾 主公啊 赵芸不愧是世上名将 的确有万夫不等之勇 末将先使叉 再使刀 后使锤 都被她瞬间击败 她本可取我性命 却放我归来 她可是个义士啊 赵芸已是如此 可想 她主刘备 一定是个贤明之君 你想说什么 就直说吧 归想吧 主公 长板坡上 百万曹君都奈何不了赵芸 而她 只是刘备 挥前的一员大将而已 那关羽张飞 还没有出面呢 我贵阳 有何能力 与刘备大军相抗 只怕曹操也不能 归降吧 诸公 住口 投降 亏你说的出口 贵阳君 是我赵范浴血拼杀 正下的 其他拱手送给刘备 为将者 宁死不详 你们请说说 如何才能抵住赵芸 怎么都不吭声呢 太守大人 如果陈将军都抵挡不住赵芸 我等又岂是对手 末将以为以降为上策 你们 你们也太没有骨气了 我平日 是怎么对待你们的 主公 林林刘夺 归降刘备后 仍然被刘备封为太守啊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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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你们都铁了心归降了 如果我不降呢 那可休怪我等了 你们要干什么 公圈太守 归降刘皇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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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将军们呀 别生气 别生气呀 都是自家人 自家的事 有事 好商量吗 赵太守 依我看 将军们所议之事 也是为了贵阳好 更是为了你好 不如 就议了将军们吧 好吧 我就依了你们 归降留备 赶万太守 何日出乡 大事都定了 时辰的事 就不用太着急了吗 总须太守 清点一下兵丁名册 钱粮税赋 准备好兽印呢 什么 我看这样吧 后天即刻出降 那好 我等就等太守下令了 宝龙 我平日最新的过你 怎么到了万极时刻 你怎么替他们一般人说话呢 大人哪 齐敌兵势大 我们断然打不过 齐二 兵心已变 已独目难知 依我看 与其战败而降 不如主动投降 如此 还可以像刘渡一样 保留一个官位呀 难道我们就束手就擒了吗 难道我们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吗 办法嘛 倒是有 不过 那样做 可太险恶了 请将军 将军 请上座 赵大人是贵阳巨手 理应上座 万万不改 赵某身为降官 立当下座相陪 将军请 赵大人 你我已是义主同仁 还何必客气 将军请坐 请 将军名震天下 却如此谦和 下官赵范 敬自龙将军 请 请 大人 大人 太守有令 贵阳刚刚归顺刘备 你等我 你等我 快